2014年11月13号百格十四为你整理评论 新周日报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 总机查署形容旅游部一个大马十全十美美食展活动 浪得虚名 因此要求须有70%到80%的清真食品 新周日报若有所思专人作家李宁华认为 如果美食展的行政与财务出现的弊端 总机查署提出批评 相信公众并会再给他一个响亮的掌声 然而他这一次却连人家卖什么也插上一脚 是不是有点月主带跑了 美食嘉年华的摊位应如何规划 是否要有70%到80%的清真食品 这些问题根本就与总机查署无关 更不应由他说了算 变成现在的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 作者认为这举动看似大意凛然 实则是在挑动种族与宗教的敏感线 造成问题复杂化引发无谓的争议 新周日报该出手时才出手 槟城即禁止外劳掌除政策后 州政府又推行光盘行动 并提倡五菜一汤的餐宴模式 新周日报评论专栏南山东里作者方诺认为 州政府虽处于善意 但事物越管越多 而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政府应该扮演小政府的角色 注重于重大事物 可以不管的事就绝不插手 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做出选择 只有专制的政府才会不断把权力伸展至 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凡事都要管 做事物拨油不及 执政也是如是 什么事也不管 仍由社会无方向的发展 固然不好 可是管的太多也绝非好事 所谓该出手时才出手 其余时候执政者 只要做好手上的工作就足以 休息一下